机能鞋和普通鞋的区别 机能鞋和普通鞋的区别有 以用途不同 普通的鞋子其实就是大人的鞋子做成小马 它的结构和设计没有对孩子小脚的实际情况做研究 而机能鞋是通过研究幼儿的脚步发育特征而制作的鞋子 二是用对象不同 普通鞋是让宝宝在学习走路时穿 在置地等上面更适合宝宝走路 还能够养成宝宝良好的走路习惯 但机能鞋的鞋底比较硬 对于刚学习走路的宝宝来说是不合适 因此机能鞋是对于走路比较稳的宝宝来说更适合